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全景西岸平南县电视宣传周 在平南这个地方啊,流传着各种传统武术 有虎尊泉、罗汉泉、八卦棍、梅花棍等等等等 其中啊,武术最为盛行的地方就是甘堂乡的季夏村 那可是个历史悠久远近文明的武术之乡哦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您到季夏村去逛一逛 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独特的魅力 来到甘堂乡季夏村的时候 天正下着雨 我们顺道就在村里的一座廊桥上躲一 这个村人人都会武术 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用生产跟生活用具演化过来的武术 这个村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那它在田田火劳动的时候 铸头就能够来上一座武术 也也是 那都有哪些武术的 比如说扁档啊、蓝险啊、铸头啊、板凳啊等等的 这些生产生活用具都可以 还有这么多啊 是啊 那这个村子人好厉害哦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随便叫又来来表演一下看一下 可以啊,你去试一下 我去看一下 嗯,没错吧 我去看一下 哎,你们大家都会武术吗? 来一段吗? 会不会啊? 来,我们跟他 我们看一下 哎,师傅,你会吗? 不会,没学过啊 没有学过啊 哎,包长,你看怎么办 那你来表演一段嘛 你是饼单啊 是不是就一个饼单来表演一段 经过一番劝说 这位村民也就爽快地给我们表演了一段饼单功夫 那一朝一世看得出 这位大哥在扁担功夫上是下过苦功的 好精彩,好精彩哦 那现在大家还会起他的武术吗? 大家表演一下 谁会啊 你会吗? 你会不会啊? 你会吗? 不会 你会吗? 大家都说不会啊? 还是扁担大哥热情 帮着我们邀请了一位奇貌不扬的大哥出来展示功夫 我别问得不好啊 奇貌不扬的大哥展示出的功夫 让我们相信 在这座廊桥中的每一位躲雨的村民都身怀绝技 只是不愿意张扬而已 雨渐渐地停了下来 我们决定沿着村里的街道走上一走 看看还会遇到怎样的奇遇 不难啊 不难啊 那你看这个竹竿挺好的 竟然什么东西都可以弄武器 这一口可不可以弄武器 这个呢 当然这个是晒衣服的架子的 我们称之为蓝险 哦 反正也可以 对,地下的很多人都可以用这个蓝险来打做武器 哦哦哦哦 我们试一下 我知道地下是有蓝的可以 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呢 你问一下 哦,那我去看一下 诶,这位老师,你家在这儿吗 是啊 那你能不能用这个蓝险来打武器啊 可以啊 那你来表演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发现,村民们其实都很大方 这也许是习武潜移默化的带给他们豪爽与狭气吧 在路上,我们还见到了一位村民扛着锄头 我们的记者突发奇想 他,为锄头公铺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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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朴的廊桥 潺潺的溪水 悠转的水车 这些都让我们感到这个村庄的田径 而武术却是动态的 如果我们想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村庄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成语 卧虎藏龙 加油 加油 行南 全省星天海拔最高的地方 打造着绿色的希望 由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 与平南县委宣传部 行南电视台联合制作 全景西岸平南县电视宣传周 将带您走进清淡铃匠干国宝的故乡 走进鸳鸳的故乡 感受白水扬的清凉 尽赏清南古老的巨种和民族文化 公共频道6月18日至24日播出 敬请关注 锄头 扁单 雨伞 这些农具和生活工具 都可以成为一门奇特的武术 这让我们对季夏村的村民们 可是有点刮目相看了 那么季夏村的这些奇特的武术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拼墨的这个这个时代很乱 这个时期很乱 这个战争不断 盗回不断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 我们这个出去劳动啊 出去到我们劳动呢 觉得都有危险 所以我们祖宗呢 就根据这个 我们这个 他这个 因为是武术出来的 他从研究以后的 我们就研究了 除了虎尊群的基础上 我们又研究了一套 几套这个 一个的比如说 锄头工 板断工 雨伞工 毛巾工 还有这个 南线工 还有这个 刀棍等等 这个 跟利用的农具 家里面 平常 使用的生物 用具跟农具 作为武器 那这样子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 农民到外面做生意 逛一拍到这个歹徒 一手抓过去就是武器 当代宗老权士告诉我们 季夏村的男女老少们 可是个个都会一拿手工夫 习武之风非常盛行 村民们喜欢在干姓祠堂内联工 祠堂上凹凸不平的砖头 就是从古至今练工时采出来的 有的砖头还碎裂了 那么 季夏村习武之风 为何如此盛行呢 我们我的祖宗的系管工过来 他本身是个武光 也是会武的 文武全才的 尤其是精通地理武行这方面 他当时来这里的话 只来二十来个人 二十来个人这里当时非常欢良 一个是杂性很多 其他性很多 一个是山上野兽 猛兽三人也很厉害 我们刚刚到这里的话 身后欺凌 身后欺凌 觉得聚集 不去强大聚集 撞身聚集 又生产很难 所以我们祖宗就根据 他本身学的武艺 就就举孙办了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就与举孙进行练武 多练武强身 强劲聚集 不受欺负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就举集办内部家庭学堂 就举孙进行练书 做到文武都能达到他的要求 第三个他就是 这个兴趣劳动 善与经商 善与朋友 这个广州朋友 所以说呢 刚才到这里 到第一代二代三代以后 就非常兴盛 非常兴盛 我们了解到 季夏村的主要群种是虎尊犬 该群种架势沉稳 将就铁桥硬马 注重桥手的攻防和灵活多变 步伐的定根和进退 打击时门户严谨 气势凶猛 刚勇透气 那么 虎尊犬 是季夏村村民们自己 研创出来的吗 我们原民工呢 他这个少林聚壮 上午 他就被祖宗杀两鸭 那最后呢 他生意不做了 就跑到少林区的这个 少林南群 刀枪这么回来 所以从去以后 我们记下就干家的 就做到 绿天白天去劳动广泛 家家户户 去做令务 我们这个虎尊犬 就从允村来的 虎尊犬分为多种套路 主要有中级套路 上下六发套路 打三角套路 站四门套路 外交套路 长牌套路 涅布单集套路 梅花牌套路单 通过诗传谷 父传子 去今已传八代 提起季夏村 我们还不得不说起 大家熟悉的一位 清代名将甘果宝 甘果宝 在台湾当过挂印总兵 也曾在福建 当任过水师提督和陆鲁提督 他就是季夏村的人 季夏村人认为 正是季夏村的习武风气 造就了甘果宝的武艺超群 雍正亲眼 甘果宝仲无举 雍正十一年 惠世第三名 殿世二甲八名不进世 受御前侍卫 甘果宝 已经成为 季夏村人的骄傲 村里的甘氏宗祠中 至今还保存着乾隆三十三年 甘果宝任广东提督史 乾隆玉字贴金 福字的纸贬 旅游的最大的内涵 就在他的文化才艺性 然后季夏呢 刚好具备这些特色 完全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 以古村落旅游 跟武术文化旅游为特色的一个 这个 乡村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目前作为平南新农村建设试点的季夏村 已经在做好历史文化民村的科学规划 让古民居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以其独具的特色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全景西岸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